这两天因为全国大量网友投诉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画风格和内容的事儿上了热搜第一 这里面的插画简直就是在颠覆认知污辱智商啊 有的插画儿童衣着暴露 有的插画儿童身上有纹身 有的插画儿童穿的衣服竟然是新调题 有的插画竟然还出现了国旗道挂 而这些插画均是出自于汕头大学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专业主任吴教授之手 而吴教授呢 还是毕业于高等院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照此来看 吴教授的知识应该不差 文凭应该不低 然而我们有句话叫做 有知识并不代表有常识 有文凭并不代表有文化 你想想看 一个连小学生都知道国旗要挂正的常识问题 吴教授不知道 画插画的人不知道 审插画的人也不知道 那老乔就想问一问 这些人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这个问题一定得搞清楚 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当然不光这一张图 还有很多图片老百姓看完之后 是异常愤怒 可大家这样的愤怒被人教社一句话就给盖过去了 他们提出了改进的方案就是 改进画法画风 提高艺术水平 俨然一种知错就改山漠大鹰的态度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这种知错就改的背后是许多网友针对人教版数学教材插画的投诉 持续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啊 这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改正 一上热搜就立马改正 由此来看热搜还真是个好东西 热搜能唤醒某些人的灵魂 能激发某些人的动力 可问题是如果事事都得靠着上热搜来解决的话 那热搜不得累死啊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我得给您说一说 据了解 这一次的问题插画都是由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负责设计的 而吴勇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吴教授 而且这版教材是在2012年到2013年之间审定的 然而根据天眼查公布的数据显示 这个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在天眼查上并未查询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啥意思呢 换句话说 可能这个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连营业执照都没有 如果这条消息准确的话 那你想想看 一个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工作室竟然能够承接如此巨大的项目 你批你细细的批一批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作室在国内没什么名气 但是在国外的名气却是响当当的呀 去了解 1998年该教授下海创业搞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结果整个工作室就他一个人 说白了就是个光杆司令 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这个光杆司令刚一创业 就被所有的国际大佬一起吹捧 这个只有他一个人的工作室 承接的都是国际级别的宣传任务 短短一年时间 他便拿到了瑞士诺华公司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美国博士的交响乐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单 而且他还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顾问 很多人就疑惑了 你说这些国际大佬到底是看上这位教授什么用点呢 是他过硬的专业水平吗 可这丑陋的连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看不上眼的插画 能体现什么过硬的专业水平呢 就这个水平 国际大项目还一个接一个的干 你说那些大佬到底是看上的什么呢 或许在某地刚注册完 就能参加保供名单竞选 以及刚参加竞选 就能拿下如此大单的 如此有备常理的事件 或许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好了 我是老乔 欢迎点赞关注收藏